因为是一个冒险故事 环境非常重要 我们尽可能地把好的环境 展现给你们观众 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做那个白沙棚 但是这个场景有相当大的局限 因为那片所谓的沙漠上 我拍了很多个沙漠棚 走走走 快 进地宫以后 包括清凉电啊 包括嘎鲁加 带来一种身离其境的感觉 从故事的角度来讲 它可能区别于传统的 我们的电视剧的一个叙述的方式 它更多的就有点像打游戏 这个故事本身就提供了 很多这种探险的过程 和对所谓沙粉原住粉的 一种猎奇心态的 提出了一些可能性放在那里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 给看沙海的这些小朋友们提供的看点 这都是你害的 它不像别的戏就真的给你 瓦个云图造的玄套部的 真的在沙漠里太险了 那种就穿的样子 特别接杀气 对于当时沙漠来说 其实已经体现是冬天的温度了 还要在里面演出那种 在下到水里面很凉快 很爽的感觉 那水有多深 下面的淤泥情况也不知道 然后天又很冷 虽然外面阳光那么晒 其实河里面那个水冰冷刺骨 坚持住 不要停 这帮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情感 有失落 总体来讲还是成长 主要是黎促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成长 有一个男孩最后成长为一个 坚定勇敢的一个成熟的男人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好 阿弥陀佛